编抱的耳朵,后面口袋是functional的 后面口袋是functional 一样是有放coy的口袋,拉链加扭扣 然后这个level是它的款式来的 如果你不要的话,你可以慢慢把它挑掉 是挑得到,因为我自己有把它挑掉 不要挑,没有关系,你编抱的话,一样是可以的 裤管这边是有款式的 裤脚是这样有slip的 是在内侧,左右两边的内侧都有slip 它不是在外侧,它是在内侧,这样子有款式 基本上我嫌它开了不够大,为什么看不到那个款式 只是微微看得到,它是在这边左右 左右两边的内侧,有口袋,中高腰 中高腰非常的显瘦 现在很流行这样子的裁剪 比较少有去2000,比较少有这样子的 直筒裤子,直筒裤管 之前买不到的赶快 这一件呢,尺寸跟助理一样啊 可以穿到两个尺码 M或者是L都穿得到 我现在是穿的M,M的话就是说 我的L是78,我今天叫77 所以说整体来讲,能接受贴身佛腰间那边的12cm是可以啊 前提是要说接受贴身可以没有关系 那么呢,我穿L赛的感觉是整体稍微会比较慵懒 我穿L的话,腰就是会有空间 然后整体的感觉是比较慵懒一点点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直筒的款式 有些人会特地拿大一个码 因为它是整体穿的比较索色的感觉 比较慵懒的感觉 可以选择带走大一个码 我现在是穿着M,我是自留 我自己留了本身,我是留了M size 这个款式,所以跟我的持续相当 建议你们带走M size 想说大一个码的可以 这个款式,我会推荐 比较说大一个码的工作穿才完全是不一样 穿了卫松的话,一样可以绑到啊 我是穿着S,整体穿起来是属于Boolang的那个裁剪 它就不能像刚才那个可以两穿啊 这个就是不能够翻遮了的,翻遮不到 有区别的,刚才那个是修裤管的 这个就是直筒裤管 不能遮到这个 遮不到,后面呢整体穿起来是这样子 一样啊,虽然它是比较宽松的那个版型 可是它后面一样包到很美 你不会穿上去感觉到啊,后面会有很多裤 总之之前买不到的赶快啊 不然的话,这次没了就是没了 因为这次是热门 这次超少 还要 还要用抢的啊 还要用抢的 尺寸和助理一样啊 Either M或是L 我是穿着M啊,来我现在穿着M size 所以说如果你要这么巧是88的 接受贴身 你看我腰面完全是拉不到的 因为它的弹力不像刚才来的那么大 它是属于卫弹 然后腰面基本上弹会很多 盖面的它可以拉伸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 根据尺寸多一个2-3cm 这个呢 就是说我穿着M 没有拉伸的空间 完全是没有 比如说1cm还可以记得下 我现在穿着M 我到底去换L size 因为有些人说 我的身份比较疯满 我不想说像助理这样穿这么的贴 我穿L可以吗 是可以的 我现在穿着M 然后我去换L给你看看 所以谁要买这样子直筒护管的牛仔裤 这一期这个之前没有买到的话 必带走 一个是 这应该多的是它的颜色 它的stone wash上很美的 它就是中间两侧是比较 中间旁边这两侧是比较深的颜色 然后中间是这样子stone wash 这些不是瑕疵啊 是它的款式来的 后面也是一样啊 你看这边这个中间这个patch 是比较浅的 然后这边比较深 所以整体穿起来是很 那个 它可以给你看到你的脚是非常鲜瘦 还有穿这样子中高腰的宽裤 裤子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整体把你脚的比例拉长了 就显得你很高 感觉到我是在170没有啊 我162而已啊 就是说 那么我现在就买了L size 你们看到区别在哪里 其实说就是说 要不这边如果不拉 你不觉得 好像助理是穿戴根嘛 你看我只有拉的情况下 你们才会知道 哦我现在是穿了L size 这样拉是有空间了 OK 拉这样的捏一捏是捏到空间 可是整体我穿L size 所以不会说 裤子扯会掉什么之类是不会 那么呢 区别是在于这边 臀部这边 它的宽会比较 会比较多的空间 所以是给 臀部比较丰满的 如果你要件卫松的话 你带着L size就可以 然后说 裤板这边 它整体是比较宽 所以整体 M跟L的区别 就是L size的整体感觉 会效果比较 比较 比起我穿M size 所以说 你的side一样 你也可以选择M或者是L L的话 不会松 只是说拉伸有空间 M的话就是说 会比较贴 没有拉伸的空间 所以说 两个size都可以 这个 一个色以PPJ89 价钱是109 价钱109 价钱109 一样是有产家规定 必须要买价钱 OK 只有一个色 最小的码是从S开始 最大是去到XXL 我是穿着S 如果你是跟着助理尺寸下单 你想要比较有曲线的话 你就穿回M 可是你想不想穿的太贴 然后又不想穿的 比较有那个慵懒的感觉 你可以带走L3 OK 因为刚才助理一出来的时候 他是穿M 现在他刚才是换了L3 一个是PPJ89 之前买不到的赶快 中高腰 面料是有 中高腰 面料是有弹性 这个面料是有弹性 可是他相比刚才那个的面料 是没有这么大 转到后面 后面是这样 他随意为一弹 他这个弹性 对 OK 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就是 现在我身上传的这件上衣 再讲一次